其实纪明书对岑家旧事了解得很少很少,还是在初二那年才无意间知道,岑森有段比较狗血离奇的绅士。 他和岑阳在出生的时候被报错了。 具体是如何被报错又是如何在长大到七八岁时被发现,纪明书并不清楚,他只记得刚知道这事的时候,第一感觉是震惊。 因为得知此事的前一天,初中生书宝刚看完一本富家小姐被坏心保姆故意调包的言情小说,女主自然是真小姐。 看完她就自动自发地带入了贾小姐的身份,脑海中还在幻想,自己会不会是被报错了? 等她以后要结婚,就会突然冒出一个白脸丑小鸭要来跟她抢身份抢财产抢老公, 然后她使用各种手段都没能战胜小白脸女主,最后落得一个七七惨惨七七没钱又没爱的悲情下场。 第二感觉则是,岑森可真是太太太讨厌了。 据说最开始,岑家的想法是这样的,他们想将岑森接回来认祖归宗。 至于岑养,养了这么多年,感情已经十分深厚,以后就当自家孩子继续养下去,养兄弟还可以做个伴。 反正岑家也不缺这点养孩子的小钱。 可万万没想到,岑森竟然不同意。 他小小年纪,态度就异常强硬,特别直接地表明道,要接他回岑家,岑养就必须走。 岑家是特别传统的家族,表面上一派和谐,实际上,重男轻女重嫡系青旁之都是有的,更遑论亲缘血脉之间的区分了。 所以,岑家在面临选择题时,肯定是以满足岑森这真太子的要求为第一准则,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直接对岑养宣判了流放。 岑养被打包送回兴城安家,岑家还给了安家一大笔抚养费,让他们举家出国。 在成年之前,都不许再踏足帝都和兴城半步,从此之后经见岑家也只有岑森,谁也不许再提岑养。 当时记名书就觉得,你回来不就好了,为什么非要让岑养哥哥走? 原来岑养哥哥不是去留学了,而是被这个南板丑小鸭给逼走了。 这丑小鸭做人未免也太心狠手辣了吧,小小年纪就这么狠以后长大怎么得了? 他真情实感地带入岑阳的角色,替他感同身受,也真情实感地对岑森这块人狠话不多地移动冰山,感到嫌弃和厌恶。 这一真相,也可以说是记名书在青春期和岑森处处作对的,直接导火锁了。 只不过,随着年龄增长,记名书对岑阳那点时,情意逐渐淡却遗忘,他也越来越能站在岑森的角度思考问题。 其实至始至终,错的都不是他,谁也没有资格站着看戏,还凯他之康。 麦巴赫从机场掉头,一路驶往星城大学教师公寓。 越接近星大,记名书就越紧张,他没过一会儿就要举起小镜子检查妆容,头发也是捋了又捋,确保如丝般顺滑。 下车前,他还换了一个颜色比较朴素的口红,又从后备箱里翻出了一件风衣外套披在身上,反正整个人都严阵以待的,看起来比岑森还要紧张。 没办法,他没有婆婆,曾远潮又身体不好,现在大多时间都住在京郊园子里养病,不让探视,所以他都没怎么跟公公婆婆这一辈的长辈打过交道。 安妇安母养了曾孙好几年,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单纯的童年期,再怎么不来往,再怎么切断联系,肯定也是有点感情的。 这俩从情理上来说,也能算得上是他的半个公公半个婆婆吧,而且这俩都是新大教授,他这半个儿媳初次见面,还真有点小紧张。 记名书光顾着自己紧张,这一路也没察觉出曾孙的过分沉默。 站在新大老旧的教师公寓楼前,他最后一次整理妆容,从包包里摸索出婚戒给自己戴上,又亲亲密密地挽住曾孙的胳膊,做足了二十四孝贤良舒德好媳妇的模样。 只不过,他这二十四孝儿媳妇在上楼这一关就被难住了。 新大教师公寓也不知道已经有了多少个年头,没装电梯暂且不提,这楼梯也真是又窄又小,又高又陡。 记名书好巧不巧穿了双肩肩细细blingbling的CL,踩着上了两层楼,整个人就已经不太好了,而安家,住在遥不可及的六楼。 不,不行了,我要休息下,我太辛苦了。 区区三层楼,记名书就活生生把自己爬成了一条只会喘气的咸鱼,他拖住曾孙,一步都不肯动,神似大马路上还隔十米远就能原地躺倒,强行昏迷求抱抱的专业碰瓷选手。 曾孙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,只往下走了两极台阶,身体微躯,低声道,上来。 记名书。 他揉了揉小腿,还有点不敢相信这狗男人突然有了人性。 一路上到六楼,从曾孙背上下来,记名书悄悄观察,也是奇怪,平日没见他怎么锻炼,背着人一口气上六楼,竟然也没大喘气。 他是背地里偷偷吃了心盖中盖排高盖片吗? 不,一定是因为他表里如衣,身轻如金丝雀。 这老公预楼隔音效果估计不怎么好,两人这才刚上楼,右边那扇非常有年代感的防盗门就咯吱咯吱从里面打开了。 从门里探出一张瘦儿清秀的脸,请问是安、陈、陈森哥哥吗? 女孩子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,头发用黑头绳扎成马尾,素颜,看起来就是个清纯朴素的女大学生。 陈森烧症,随即又恢复正常,点点头,嗡了一声。 女生看着陈森,半天眉一开眼,看到他身后的记名书,更是愣住了。 他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,太好看了,整个人好像都在发光,站在这里,这栋楼感觉都变得值钱了。 女生呆呆愣愣的,好半赏才结结巴巴将两人引进屋里。 这间屋子将近一百四十平,已经是整个新大教师公寓里最大的一套了。 这还有赖于安傅安姆是双职工教授,才有资格拿下这么优越的面积。 但,就和某女明星说,一颗拉以下的统称碎钻一样,在记名书的概念里,三百平以下的也只能统称为碎房了。 一进屋,他就被扑面而来的年代气息还有局促的空间弄得有点手足无措,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站。 他眼巴巴地看向岑森,岑森却没理他,他的目光在这房间里的一室一物上流连,有种有别于平日的温柔情致。 那呆头鹅般的清纯女大学生把他们迎进来后既不做自我介绍,也不知道端茶地水,手忙脚乱地钻进了厨房通知陈碧青。 没过一会儿,系着围裙头发已经掺杂银丝的安母陈碧青就从厨房急匆匆跑出来了。 陈碧青年轻时候应该是个美人,可能是富有诗书气自华,即便是衣着普通还系着围裙,身上也自带一种优雅的书卷气息, 就是,不太像移民十数年的归国华侨,有点历经风霜的沧桑感。 老公寓里灰尘很多,光线从窗外投射进来,尘埃被照成一束束,漂浮在空中,静止不动。 公寓里也很安静,只有厨房隐约传来抽油烟机的声音。 陈碧青站在离岑森三四米远的地方,几乎是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,就红了眼眶。 紧接着,他捂住嘴巴,眼睛一眨,不眨地看着陈森,眼泪就那么直直往下滚。 不知道为什么,那一刹那,静明书的心好像也被狠狠揪了一把。 这太奇怪了,他明明是个看纯爱悲情电影,还能嘻嘻哈哈挑bug的杠精, 但就是莫名觉得,如果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妈妈,看他的眼神就应该像陈碧青这样。 陈森,他看了眼陈森,没有表情。 面对自己叫了七八年母亲的人,他竟然就这样,面无表情。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恐怕是很难再从陈森脸上找到多余的情绪了。 十二点的时候上桌开饭,静明书始终没有见到阔别多年的陈阳,还有理应存在的安妇。 小小的四方桌前就只有陈碧青,陈森和他,还有陈森的妹妹,安宁。 陈森走的时候,安宁才一岁,还是个小宝宝,两人也没太多兄妹之情,自然是无话可说。 陈森本就沉默,陈碧青又始终哽咽,只能通过不停加菜来转移注意力。 于是活跃气氛的重任,竟然就这么落到了静明书的身上。 静明书如坐针毡,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陈碧青,随陈森叫吧,可陈森至始至终都没有叫, 那聊点近况吧也不合适,直觉告诉他,安妇岑阳都是不能踩的雷区。 他甚至觉得,问安宁现在在哪儿念书,说不定都能顺脚踩一个爆雷。 既然如此,那也只能就眼前的菜品展开话题了。 这个偶家好好吃啊,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呢。 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吃油炸食品。 这个青菜也好新鲜,还很香。 那是因为用猪油炒的,他平时绝对不会碰猪油这种体重杀手。 这个鱼也好,嫩哦。 静明书为了用实际行动尬夸这条鱼,加了很大一块活生生往下咽。 下一秒,咳,嗨嗨。 他忽然抓住曾森的胳膊,又指了指自己喉咙,咳得面红耳赤。 陈碧青,怎么了,卡住了吗? 安宁,嫂子你还好吧,你咽一勺饭,用点力。 静明书信了他的鞋,还真咽了,结果差点没通到当场去世。 陈碧青又急忙起身,我去给你拿醋。 哐啦哐啦一碗醋倒下来,静明书咽了两口,咽到鱼刺软化时, 看着站起来围着他的三人,还有耳边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关心, 他竟然有点小心味。 为了活跃气氛,本宝宝真是付出太多了。 曾是森森,你欠我的必须用一艘航母来还。 诺别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